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饿东老海 这有个老乡的比较老的一个夜景电视机 是个乐华的啊 这个电视机我们试一下啊 打开 红灯亮了 但是你按这个按键啊 所有的按键都按一遍 它还是不会亮 开不了机啊 我们查一下 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开不了机 背光也没亮的 试一下 直接拆 看一下 这个还是用这种非常老式的 这个CCFL灯管的啊 这个电源板可大了 这么大一块 主板这么小一块 我们来测一下这个主板啊 看一下主板上面这个电压 5V有了啊 这个5V怎么在这里 跟这图纸上标的有的不一样呢 12V没有 我慢一下开机或者任何按键 试一下 按键都按完了 12V还是没得 但是呢 开机器 不得是来过啊 5V是在这个位置 那个电路板正面 它有一些标识 但是跟这个角位感觉 它不是对应的 它标的有点不太好啊 15V乘以2 地线乘以3 然后是5幅乘以2 这个是开机关机了 我们刚才又试了一次机 然后我发现我不停在按这个边的这个频道按键的时候 发现它居然开机了 居然能开机了 而且背光也亮了 那么我怀疑是不是这个按键啊 按这个按键没有反应 看来有可能是这个按键引起的问题啊 如果这个按键失灵的话 它也开不了机 是不是 确实所有的按键 按了之后它都不亮 这一个偶尔亮一下 最终频道按键是完全不灵的 因为开机就是这两个按键开机 你看已经完全失灵了 这个电视机应该有很多年头了 现在这个按键板 失灵的情况应该比较常见 我把这个按键板换一下 先把这个按键板给它拆下来了 现在这种绿色的按键 我们一般怎么拆 我把这两边同时加热这两只银角 然后把这个按键板拆一下 再加热这边两角 再拆一下 这两边一边加热拆一下 一边加热拆一下 就拆下来了 还是挺简单的 把其他几个全部都给它拆下来 把这个孔里面清一下 最好是能清的话清一下比较好 我们来测一下 这个新的它的按键是什么感觉 我们来测一下 现在这个是新的 是不是 这个里面都完全就不是一回事 是吧 这六个都已经更换完毕了 我们再准备试机 好了 我们再开机试一下 插电 现在是待机状态 如果开了机之后 像这边小孔里面 可以看到里面会 他这玩意好像有记忆功能 我上次开过机之后 现在好像直接就开机了 插电就开机了 现在插电它就直接开了 但我刚才确实是这个 试按键的时候 按了很多下 然后就乱按一通嘛 乱按一通多按几下 看着它居然开机了 之前就是不开机的 那我们开水的时候 其实也跟大家测试过 对不对 并没有开机 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装机了 我感觉应该差不多了 可以装机 看起来 看起来 直接亮了 现在切换一下这个收入 怎么切的 好了 朋友们 这个电视机就算是搞定了 应该是有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就是控制板上面按键有问题 导致它无法软开机 我估计用户应该是遥控器弄丢了 找不到遥控器 因为年 这个年数太久了 年数太久了 它找不到遥控器 也没办法开机 所以把这个按键都给它更换一下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 喜欢朋友 整个观众转发 好点赞 拜拜